回眸来世 我是Larry林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一个家是因为有了家人 才得以逐渐地成长茁壮 但是您知道慈悸这个家 是怎么建立起来的吗 而又是什么样的姻缘 开始让弟子紧紧地跟随上人 这是1958年的慈善寺 慈善寺成立于1913年 历史相当地悠久 由于道场清静 因此有许多的信众 会来这里文法诵经 而在1963年的10月 上人也来到这里 讲授地藏经 慈善寺对于上人来说 意义非凡 因我们所熟知的四位师傅 慈师傅 焦师傅 荣师傅 还有恩师傅 就是在这里和上人结缘的 1963年10月 花莲著名的慈善寺 离请正言上人 前去讲演《地藏经》与《弥陀经》 那一年上人只有27岁 对佛法理解却很透彻 经文讲解得非常精彩 前后八个月 法言作无虚席 在此之前 上人曾经发愿不收弟子 却在即将离开慈善寺时 有了改变 这个改变 日后更促成了 佛教客难慈祭功德会的成立 而当年 是哪些弟子 让上人做了这个决定 让我们一起回眸来时路 旧法永心知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邀请到了德慈师傅 来和我们说故事 感恩德慈师傅 阿弥陀佛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张照片 就是这一张 师傅 您是中间的这一位 是吗 是 看起来好清秀 师傅还记不记得 这张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这个是美国五十三年 五十三年 1964年的时候 身边还有几位 不知道有没有印象 他们是什么人呢 这也是 都是归一项人的 在家弟子 我们看到了有 恩师傅 陈美玲居士 还有德慈师傅 还有一位阿英 阿英 这几位 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归一项人了 都已经归一了 可是师傅我知道 其实项人 那个时候不是有说过 他是不收弟子的 那也是大家很诚诚地 恳求项人 像你一方面也想说 恒胜众生 而且有缘局要度 有缘局要度 所以也勉强打应了 那时候他也内心也想说 归一以后 奖金结束以后 离开慈善寺 要把我们带到哪里 但是后来想一想 就是这样 有缘局要度 奖金结束 看一年的转变怎么样 在慈善寺的奖金 结下了这个师徒之缘 不过在归一的时候 不知道师傅还记不记得 是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 或者是归一的时候 上人有没有什么 给你什么叮嘱 归一那一天是 刚刚预佛节 四月八号 释迦摩人佛的诞成 今年日 在慈善寺 那也都人很多 所以那时候 就是归一的仪式很简单 因为上年 一向都是很简单的 没有什么仪式 那师傅还记得 那时候还有谁也一起 归一上人吗 那时候是 那张相片里面是恩师傅 还有陈美玲 她是二号的委员 然后装饰的她的孙女 然后就是我 后来就是旁边的 就是荣书夫 在旁边那一个 也是归一上人的 叫做阿英 我们那时候 归一是跟荣书夫一起 他们几个人 是前前后后归一的 那师傅你想 因为那时候上人 如果不修弟子 可是又有了这份师徒姻缘 当时什么原因 会让你觉得说 我就是想要跟着这位师傅 想要跟着他一起修行 因为那时候 我也是刚刚出家不久 什么都不懂 所以去听上人奖金 又看到上人是 那时候上人 才二十 那个熊木被拆掉 到除散书奖金的时候 上人才二十六岁 所以就听到上人奖金 而且内心起了欢喜心 就是说我什么都不懂 这个是我 我的师傅 那时候我心里想说 来归一上人 清净上人修行 就是这样恳求上人 来收我们几个弟子 这样 就前程恳求了 那时候上人是很简单 归一没有什么仪式 你就是上香 拜佛三拜 礼佛三拜 然后就顶礼上人这样子去 虽然是简单的仪式 但是却是最虔诚的一念心 透过这些照片回顾当时 特别是照片拍摄的地点跟情景 师傅你还记得这拍摄的地方是在哪里吗 这个是在庄苏老菩萨他们的顶楼 因为我们事业 农历的事业八号归一 这一张是九号拍的 那十号上人就要去结一下安基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几个弟子 跟着上人一起拍照 做纪念 有点依依不舍 是啊 大家都是依依不舍 就如同慈师傅所说的 因缘至此 上人不再坚持不收弟子的意念 在慈善事的期间 收了有慈师傅 昭师傅 荣师傅和恩师傅 还有许多的居士们 而当时的上人 其实是没有自己的修行地方 那要如何和弟子们展开修行的生活呢 1964年农历四月十号 正言上人结束慈善寺八个月的奖金生活 准备前往基隆海会寺 结下安居三个月 一心想追随上人修行的弟子 两天前才刚刚归一 就得面临师徒分离 而必须分居四处 上人离开后 当时已现出家乡的慈师傅 住回俗家 尚未出家的荣师傅 则回到了屏东姐姐家 一样未出家的恩师傅 则是住到非常照顾上人的 许聪明老居士家里 在这三个月里 师徒仅能依靠书信来往 结下安居之后 上人回到了花莲 师徒们终于能够重聚 但是弟子们希望跟随上人修行 却苦无住处 最终上人决定带着弟子们 返回普明寺 住在当年许聪明老居士 盖给上人苦修时的小木屋 不过小木屋不到四平大 一群人又该如何安身呢 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荧幕上的模拟图 这是当时上人带着弟子们 回到了普明寺后方的小木屋 生活的状况 慈师傅还记得 当时有多少人 一起在这边生活吗 刚刚回来的时候 上人带我们回来的时候 美国53年 总共有七个人 七个人啊 那要怎么住 当时怎么住 那一间 现在看起来大殿旁边 左边的那一间木屋里面 他有三间房间 还有一间小小的客厅 我们都是住在那个里面 本来那个地方有一个管理的林先生 在里面住 我们回来以后 上人就跟他商量说 你是男仲 我们都是女仲 那我那一间 本来我住的那一间小木屋 现在看过去大殿的右边 那一间小小的木屋 就让那个林先生 自己一个人在那边住 后来我们七个人就住在 左边的这一间小木屋里面 所以小小的 我们住的地方是一个 六厨四方的一间小房间 我们要住四个人 都是那时候是真的也是很 可难 可难的生活 很有限的空间就要住了四个人 那时候生活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 可是为什么还要开始忌平的工作呢 是什么原因 就是说一个富人人 因为那时候 从经级 要生产 所以没有八千块医疗费用 就是这样没有治疗 就更多回去 所以最后人就是看到 头盖那堆会 感觉就是说 一个富人人要生产 没得就治疗 还更多回去 到底两条生命 不知道生还是死的 就是这样 所以在想说 来做救济 我们要有一个祖族 同时就是有三个修理 那时候他就是 常常去我们 后边家民船去报告 修年 天主教 去报告 那时候他就是看到 修年跟他在那里修院 苦修一天吃一档 一档吃一碗 这样很可怜 他的信用不对 就是说来信南天主教 就是这位张金菊修理 他是三位修理 三位修理 就来找修年 其中一位 是 说到最后他就是说 我们天主教 比较平安的地方 无论是山顶还是针铁 都有我们的学校 还有我们的高等 我们都有做救济 主线的工作 不过那些福岗没有 所以修年说 我们也是可以做 所以修理那时候 跟修年沿逃就来 说到大家都很开心 他就说我很幸福 你也可以成立起来 所以修年就想说 真的我们也要有一个组织 社会上有困难的 人才有得到得救 就是这样 阴看到头盖那堆灰 这是阴 然后修理来 这样说之后 这就是困难的 所以因人生修 我们就生修 我们做救济的 这个 修年红得慧 就是这样开始 是因为路过那里 看到他们都在种菜 有的比较好奇 就是说去看看一下 后来那黄修年跟唐修年 他们就愿意跟我们去走 他就说 师父你们在这边好好 然后你们为什么不 不盖遗宴这样子 为老百姓祈福 付出你们的爱这样子 好像这样子 讲这句话这样子 我说上人 他的伟大就是这样 因为他不畏自己 他是看到有苦难人 他的那一份被民心 那时候他就想说 我们要有个组织 因为这个 过想跟花莲的一些 在家菩萨讲 他们大部分都不赞成 他说 你们自己的生活就熬不过去 要怎么做救济 假如你成立了以后 穷苦人家要来领钱的话 你没有不是很漏气 他们不赞成 他就上人回来以后 他就跟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做 我们不牺牲 你等到我们筹备到油才要做 要我们救的人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还是我们辛苦一点 一天一个人增加一箱银河血 本来我们是一箱卖四块 六箱就有24块的收入 一天做我们的生活费 所以为了公斗会的成立 我们一个人一天增加一箱银河血 所以24块做我们自己都会用 那24块也是给公斗会做基金 一个月就有720块 所以很柯难式的 红银河血这样一间一线红出来 然后这样一个月720块开始 做救济的工作 一切都从靠自己的劳力做起 一间一线这样红出来的 我们来看到这一张照片 就是公德会成立的那一天 1966年农历3月24号 今天是在普明寺那个大殿里面 那个大殿是小小的 几个人进去就站不下了 因为想说要一个成立一个仪式 也是在家菩萨他们发现 来付词 就成立的那一天 上年在主持这个开始的仪式 就是在这样子最柯难的人 以及最有限的资源之下 柯难慈激功德会成立了 1969年2月9号 柯难慈激功德会在普明寺 举行第一次东令发放 当时不到十平大的普明寺 涌入了200多位平民 自从1966年农历3月24号 柯难慈激功德会成立之后 正言上人率领弟子和委员们 开始访庭工作 由于委员们提报的个案逐月增加 所以每个月农历24号的发放日 前来领取物资的平民越来越多 加上委员们平时必须前来讨论会晤工作 虽然能够借用普明寺 但寺庙的空间有限 要顺利推动会晤 确实有困难 而且总是借用普明寺办公 如果没有长远之际 那么寄贫的工作要如何才能做得长久呢 我们接下来看这张照片 画面上左方的 就是我们口中常说的 俗马王沈月桂女士 在慈师傅接下来要分享的故事里面 她是个关键人物 因为我老菩萨师傅来时 看着我们做救世 庭众菩萨那些很药 是 她就说这样这么药的地方 她要做救世 要怎么做 那些人就想说 我们拿土地面上 我拿20万给你 你去建一间 一家庭房间 一家庭房间 建一家庭房间 你要做救世 这有更大的地方 但是上次感觉就说 我们都没有看到20万这么多钱 感觉20万 建一家庭房间 这样就打算 就是这样找那个建筑师 房源源先生 他把我们围堕 围堕才开始建 围堕之后就是 交代 他是算建筑师 这是夏中寨 还是工厅 就是这位 交代他 他这个建筑师来建 让这个小城寨 他来建 接下来我们要来看 几张照片 这些照片得之不易 因为一直到2005年的时候 谢深深找到了这些照片 而且亲自送给上人 抗费心损失 就只有两个汤 做的东西 都芝佳的 改做鞏堂 我和朱婦两个 副座头 就在那儿 援 援 援 这个增空 渐 那家庭 经在虎科研 特別要拿棋的就是 那棋盤是隔油 所以說最好的棋盤就對了 如果兄弟不一樣 他全棟完全都不在家 我感覺說真感應 有那個園 才能夠 正常才叫我去 我現身相機的習慣 所以當然我去的家 我都會出來了 這些照片真的實在是太珍貴了 可以看得出來 精涉在每一個階段新建的過程 那慈師傅 不知道那個時候 您有沒有幫忙蓋 那時候我們四個人 我們四個師兄弟 每天都是來工地幫忙 幫忙工作 像那個屋頂灌漿 屋頂要灌漿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那個 一小桶一小桶的那個水泥 用手提著 手提著水泥 是 用湯 用洗的湯底 是 冰 爬到樓梯 爬到那個樓梯 林氏的工地做樓梯 爬到樓梯 去倒灌暗門 但是現在看那個很陰 很陰 我也是這樣爬 因為那時候 那時候有在做事 那時候 我們沒有太過程 我們就趕快參加 做 可以生一些工地 所以灌漿 那樓梯 做一遍都要灌得好 所以那時候 灌漿 晚上 灌到十二點 都灌得好 因為那樓梯 不能說做兩遍 怕會流水 所以我們就是幫忙 有時候要灌漿 以前不是像現在 大台南的說 搅得好 那都是用手 搅的 一包厚木頭 灌料 再搅一包 再灌漿 再灌漿 所以有時候 晚上做到灌漿 做到十二點 那我們蓋的這個是大殿 那除了大殿之外呢 那其他的生活起居怎麼辦 因為那時候 就是大殿起床的時候 所以我就跟那個 謝先生 他就說 現在大殿起床了 我們要怎麼做 因為那時候我們的 那時候 那時候 給我們二十萬 我老菩薩 給我們二十萬 只有大殿的結構 二十萬 就用完了 所以我 跟那個 謝先生說 我們這個大殿 是要做灌漿 沒有廚房也不用 還要蓋廚房 裡面也要做灌漿 還要計程 有一間辦公廳 還有一間灌漿 然後還有一間 讓雄人做灌漿 我們也要留一個地方 我們睡的地方 還有廚房 還有惡意設備 都沒有 對 所以謝先生聽著 他說 還欠那麼多 沒關係看欠什麼 你都說 都說 蓋一蓋好才來算 就是這樣 還蓋廚房 蓋廚房 就是比那個 惡意設備 那個多多的地方 多多的地方 多這間廚房 這樣 蓋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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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傅 那我們還負債 二十一萬 這要怎麼辦呢 那時候 我們就是 蓋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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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难两个字 而慈祭的成立 更是一连串的因缘使然 从师徒的结缘 三位修宁的祝缘 成立佛教克难慈祭功德会 从没有字节到场 到尽丝经舍落成 正业上人总是逆风而起 慈祭走过将近五十年 虽然事项不断的改变 但是克勤克俭克难的家风 始终没变 下一周我们将会邀请慈师傅 来继续和我们分享 感恩你的收看 也感恩慈师傅 感恩 感恩师傅 感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